夫妻生活时,女性一般都会发出不同程度的叫声。 调查显示男性对女性在夫妻生活当中的声音都是乐于接受, 而且他们喜欢用女性声音的大小去判断她的兴奋程度, 那么这种方法正确吗? 下面就来为大家解析一下, 变心是本能,忠诚是选择,很开心你能来,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科学解惑床上女人的声音。 一般而言,职业女性在夫妻生活时故意大呼小叫, 夸张性地表现自己的反应, 只不过是一种职业技巧,并非真正产生了快感。 但其他女性则与职业女性完全不同, 她们之所以能发出叫声, 完全是达到高潮时产生快感所致, 是完全自然的感情外露,绝非绞柔作作。 就生理学而言, 女性在夫妻生活中发出叫声有两点原因。 一是因为接近或达到高潮时, 血中的含氧量会减少。 这时候,女性便会陷入轻微的缺氧状态, 血中的含氧量减少, 二氧化碳就会相对增加, 因此呼吸必然会加快。 加快的呼吸一紊乱, 就会自然发出高潮时所特有的闷叫声。 第二点原因是临近高潮时, 女性脑中的兴奋物质就会随之而增加。 关于这种兴奋物质, 人们对她的认识目前仍然是很有限的, 但已经知道它能使人意识模糊, 并有解除大脑抑制的作用。 这一作用就会冲淡女性的理智, 发出连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叫声。 有些女性对自己是否发出过声音, 事后竟然一无所知。 由此可见, 夫妻生活时的叫声 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生理现象, 与女性的道德品质并无关系。 有过这方面顾虑和怀疑的男性, 大可以放下心来。 不过, 事情又不能一概而论。 人固然要受生理因素的制约, 但最终还是要受理性的控制。 有不少女性在夫妻生活时, 一点声音也不发出来, 就是自觉加强控制的结果。 我们绝对不能说, 发出声音的女性就是声性放荡, 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 一点声音都不发出的女性, 大多数是因为性观念较为传统。 她们可能是从小生活在对性严加封锁的环境里, 或者是饱受传统性观念的熏陶, 对性形成了强烈的羞耻感, 在这方面也形成了端正自持的个性。 不用说让她们参与实践, 就是有人谈起这个话题, 她们也会羞得面红耳赤。 这种女性在性接触过程中, 不要说没有快感, 就是有快感,产生了喊叫的冲动, 也会极力地把她压制下去。 另外还有一些女性, 她们在夫妻生活时发出的叫声, 也与生理原因关系不大, 而与她们的气质有关系。 这种女性往往发出极大的闷叫声, 虚假成分很大, 并伴有夸张性表情, 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实, 这种女性大多具有歇斯底里的性格。 她们往往有着表现自我存在的强烈欲望, 她们会大声叫喊, 期望得到对方的注意, 获得更多的爱抚。 这种女性还有着突如其来的发泄欲, 大声叫喊正好可以作为一种发泄手段。 有人有了快感却不叫, 有人快感不大却大声叫, 这两种女性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叫声与人的品德有联系, 但却使得那种认为叫声越大, 快感程度越高的说法不攻自破。 根据有关研究得知, 叫声的大小与快感程度不仅不能成正比, 反而成反比。 如此说来, 以叫声的大小作为女性兴奋程度的标志, 这是很不可靠的。 上面就是关于女性在床上的声音的一些介绍, 通过这些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 其实在两夫妻生活当中, 女性是可以放心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的, 而且你的这种声音往往会更激励男性。 二,中年夫妇最好的相处模式, 各过各的。 网上有个问题, 结婚后夫妻分床睡, 这样正常吗? 很多人都在底下留言, 给出否定答案, 但其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回答者是一个二胎母亲。 她和老公就在分床睡, 原因是对方爱打呼噜, 自己睡觉前总被吵得睡不着觉。 分床睡后, 对方也不会打扰到自己, 自己睡眠质量也好了。 睡醒后, 他们依然在一起, 两人的感情也没变淡。 身以为然,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分床会拉远夫妻距离, 从而影响感情。 但细想想, 多少夫妻是因为距离太近, 而爆发争吵。 即便两个人结婚组成家庭, 既然是独立的个体, 也会有自己的兴趣和习惯。 那么, 为什么夫妇到了中年, 大都会选择分床? 答案很现实。 事实上, 这种分床行为, 并不代表两个人感情变淡, 反而二人是通过这种方式, 体现对对方的尊重。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都会觉得, 夫妻应该亲密, 却忘了结婚之前, 双方也是具有独立生存的个体。 朋友小硕和丈夫阿明刚结婚时, 就抱着这种想法。 他认为, 两个人既然决定走入婚姻, 就应该时刻黏在一起, 所以他总是黏着阿明, 不愿意分开。 阿明一直有和朋友在周末打球的习惯, 小硕非要陪着他去。 到了球场, 小硕不是抱怨太阳太晒, 就是吐槽好无聊, 没有意思, 阿明被打扰得无法专心打球。 不一会儿, 小硕张罗着回家, 阿明只好和朋友选择改天吃饭。 不光如此, 小硕出去做美甲, 买衣服, 逛街都要阿明陪着。 只要对方拒绝, 小硕就生气, 问阿明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就算阿明脾气再好, 也有爆发的一天, 两人很快因为这种事吵了起来。 小硕很委屈, 我们不是夫妻吗? 夫妻就该随时在一起啊。 阿明耐着性子解释, 我不是不爱你, 但我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你这样会让我喘不上气。 小硕的爱没有界限, 让对方引起不适, 甚至影响到感情。 真正的爱, 需要去尊重, 而不是一味干涉对方的爱好。 夫妻应该给对方充足的空间, 而不是把对方当成所有物。 插手对方所有的事, 就像舒本华说的, 人就像两只刺猬, 靠得太远感情会变淡, 而靠得太近, 会扎伤对方。 没有边界的夫妻, 就像是距离太近的刺猬, 扎着对方, 两败俱伤。 很多时候, 婚姻出了问题, 不是因为爱情, 可能是因为没有太多的私人空间。 前段时间, 有网友出去玩, 拍到袁咏怡和张志玲的照片。 照片中, 两人穿着低调, 坐在餐厅等上菜。 在等待美食的过程中, 两人都坐在椅子上玩手机, 与对方没有任何交流和互动。 网友看到后, 断定他们的爱情是假的, 为了赚钱, 在荧幕前假扮恩爱, 到镜头后, 露出真面目。 这位网友不知道的是, 婚姻和谈恋爱根本不一样。 两个人生活几十年, 早就不会像谈恋爱那般甜蜜, 天天黏在一起。 即使是感情在身后的夫妻, 也需要有喘息的时间。 大多数夫妻和对方的交流, 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看自己父母就能看出来。 真实的相处模式就是如此, 不说话也不感觉尴尬, 各玩各的, 偶尔说句话。 就像网上, 也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 那时候他和老公刚结婚, 即使是夏天, 也要枕着对方胳膊睡觉, 每次早起, 老公的胳膊都被压得没有知觉。 后来有了孩子, 晚上孩子总是醒, 搞得他们两个人也睡不好。 干脆分房睡, 两人轮流带孩子, 一开始会不习惯, 当适应后, 两人非常享受这种相处方式。 因为睡眠不好, 非常容易暴躁, 两人总会因为小事互相争执, 这样做, 再也不会为此吵架了。 我们都知道因人而异, 却不知道因夫妻而异, 无论是独立生活, 互不打扰。 还是你浓我浓, 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既然他们选择, 说明是建立在 不伤害夫妻感情的基础上才去做。 真正能影响亲密关系的, 从来不是玩手机不说话, 也不是分床睡的问题, 而是去尊重对方, 站在对方角度考虑, 给予足够的理解与关心。 刘若英曾在 赶在爱人的怀中, 孤独中, 讲述自己的婚姻生活。 他们两个一起出门, 去不同的影院看电影。 看完一同回家后, 回到各自的卧室, 但厨房和餐厅都是共用的。 在需要互动时, 他们是亲密的爱人伴侣, 但在平时, 他们又各有各的生活, 互不打扰。 这种生活方式, 自己既有了足够的自由, 需要时还会有爱人的陪伴。 刘若英把独处和两人相处之间, 处理得非常平衡。 即使两人说够的话, 也不会感觉尴尬, 各忙各地工作。 再比如黄磊和孙丽, 平时都是黄磊一人在外赚钱拍戏, 接综艺节目, 而孙丽是个家庭主妇, 很少在镜头前出现。 但她在幕后依然自律, 活得自由, 平时照顾女儿。 业余时间健身, 练舞蹈, 还会排练话剧。 两人闲暇下来, 过起了二人世界, 无人打扰。 可见, 中年夫妇最好的相处模式, 各过各的。 能互相依靠, 却又不互相捆绑, 有自己的空间, 却又亲密无间。 很多人总是没有做好自己, 就选择匆匆结婚, 婚后总是围着对方转, 让对方嫌弃, 也迷失了自我。 正如书庭在《志向树》里写道,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与其把目光放在身边人上。 不如做好自己, 成就对方。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音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